崩溃三年,江祖萍类塑郭子贤赏他耳光他一声,怒抱两人私讯,家人为窝哭一整年。 八点到大时代剧情高潮迭起,让粉丝们看得大呼过瘾。 其中饰演苦情女主角的江祖萍,在剧中与小甜甜,邱启文是三个好姊妹,感情路充满挫折,惹得观众经常忍不住跟住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流,让他人气大涨。 五,影片来源,江祖萍IG,ETTODAY,NOW NEWS 据ETTODAY新闻云报道,江祖萍和郭子贤这次在剧中饰演一对夫妻,但两人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肢体亲密接触,最后才戏剧性的生了一个女儿王童。 让众人都非常好奇。 原来三年前他们曾在《爱你没条件》中饰演妇女,但郭子贤在戏中赏耳光时,却没有掌控好力道,造成江祖萍头部永久性受伤,严重时还会晕眩呕吐,甚至曾经为此停工一年养伤。 图片来源,奇摩新闻,中时电子报。 虽然郭子贤曾在大时代开拍第一天时,拿住鲜花和巧克力在拍摄外景的跟江祖萍公开道歉,但两人却没有就此解开心结。 人将祖萍受访时甚至表示,不希望再听见郭子贤的名字,严肃说道,我因为这样一辈子不能运动,对健身控的我来说有多痛苦,这并不是说愿不愿意原谅的问题。 我是演员,看得出来他有没有诚意。 随后他还说,自己如今坐在家里,有时还会感觉晃动以为是地震,就连神蹲都没办法做了。 图片来源,奇摩新闻,江祖萍IG,联合新闻网。 此,郭子贤则回应表示,以后拍摄前都会再三确认动作力道才进行拍摄,也再次公开道歉,并说谢谢祖萍给我人生上了一课。 想到这句话,再度掀起江祖萍憤怒,甚至直接在IG上曝光他用LINE质问郭子贤怎么敢这样说话。 由您公司安排买的花跟巧克力。 您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牌子对吧? 我该做的都做了。 只得到一段不用负责任的话。 真心认识您了。 截图,地下还写道,您的却用了我的一辈子健康上了一课。 真心希望您能慢慢享用。 也请您想想我家人为了我哭了一整年,找一整年医生的感受。 这则贴文艺blu出来,立刻就引发网友讨论,将祖萍的粉丝都替他心疼,表示很多事情不是说声抱歉就可以弥补的,天啊好心疼,这样还能演夫妻,真的非常的敬业。 但是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,留言书不是都已经道歉了吗? 他怎么还可以说什么? 不起确实解决不了什么事情,伤害已经造成,哀。 45岁苏友鹏报喜讯,爱上小15岁金马鼎后。 连心如,好好善待我姊妹。 45岁男亲苏友鹏长相俊巧,和吴奇隆,陈志鹏组成男团小虎队,当年红集一时。 当时小虎队接散之后,苏友鹏后来又被琼瑶选为环珠哥哥男主角之一吴阿哥,更让他又再度爆红。 不过苏友鹏出道来没什么八卦细闻,还被质疑形象,更被拱跟林心如结婚,不过林心如也跟霍建华结婚了,他却还是一个人。 然而,最近他总算于小15岁金马鼎后爆出喜讯。 根据Life Love 01爆料,苏友鹏与小15岁的大陆女星马思纯两人关系甚堵,马思纯曾于2014年主演由苏友鹏指导的电影《昨儿而结下缘分》,然而马思纯当时与同剧男星欧豪传出恋情,并于今年8月宣布分手,在女方难过之余,苏友鹏也多次关心松暖。 两人也因此越走越近,且买思纯的阿姨演员蒋文蒂似乎对苏鲁鹏很是满意,逢人就笑称他是难得的暖男。 而对于这段相差15岁的书之恋,曾跟他传过绯闻的好友林欣如也呼吁苏鲁鹏,你要好好善待我的好姊妹,不然饶不了你哦。 不过目前双方都尚未作出回应。 友鹏,著名男歌手、男演员,生于台湾台北市。 15岁时考入台北市历建国中学并被张小燕相中加入小虎队,成为风靡亚洲的偶像团体成员。 1991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台湾大学。 老虎队解散后但飞,与吴奇龙、林志颖、金城武并称为四小天王。 老虎队解散后,若搬怯造附至密迅价派未作为博物文具。 老虎队解散后立台湾大学。